来 尝尝我做了糖 可咸了 你的口味给我们挺像的 不过以后味精少放点 我们都不太喜欢吃味精 嗯 俺知道了 还有呢 我们饭桌上经常要有辣酱的 叔叔阿姨 我只当嫩爱吃辣酱 我还仔细做了一点了 是吗 你还会做辣酱 哎呦 你倒真是挺有心的 很好很好 我会给你奖金的 谢谢阿姨 哎 我起开门 谁啊 慧慧彬彬回来了 哎 尝尼啊 快进来 呀 你在孔子叔来了呀 我忘了 我咋办法 哎 进来吧 啊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是爸 他是俺老公 叫王嗨 嗨 打嗨了嗨 叔叔阿姨好 哦 我听你说起了 就在建筑工地的 哎 是的是的 能叫我嗨子好了 这一次太匆忙了 也没带啥假象突特餐给呢 我们下次一定带 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 吃过了 哦 俺老家的夜闪喝到可好吃了 我下次一定带来 种不种 种不种 下次一定给你多带点 你看 都快一点了 孩子还没走呢 刚来做保姆就把男人引进来 心里特别不失滋味 算了 算了 我们家成什么了 宾馆的终点房还得收钱呢 不过小方这孩子还挺能干的 再说呢 人家也是第一天来的 要不这样 明天我们提醒他一下 这是两回事 你去跟他说 让他赶紧走 这么晚了 谁啊 小爸 太晚了 差不多就行了吧 让孩子回去吧 叔叔 我这位马上就走了 我送送你 叔叔 对不起啊 我和小王财新魂 所以 又好长时间不见面了 我们 你们到城里来打工也多容易啊 你看 挣了钱呢 还要回去盖房子 生儿育女 叔 按现在你用那多钱 这钱呢也是一点一点积起来的 是不是啊 你别学成名那些小青年啊 他们 叔 能误会了 我说我没欠是没欠组房子 所以到现在 只能和小房分开过 哎呀 你们挺难的啊 那个 你放心 小方啊 在我们家我们没把他当白人 你好好支持他 哎 来日方查 哎 是是是 小房都跟我说了 说呢 对他刻好了 还让我好好谢谢呢 对 那 那你就先回去吧 啊 总 那我先回去了 我 我 我 要不 你们再说几句啊 大家好 谢谢叔 叔叔再见 小房 哎 孩子 这么晚了 你快回去吧 你拿我走了 回去吧 那 那回去吧 回去吧 小房 喂 快 快 回去 回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